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已经这个可以在家上班了 大概就是这个有上班 就是一定都是开车 有这个要做大众运输系统的 我们就通常就是可以在家上班 不然就是这个安排时机接送这样 我觉得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疫情的时间 真的有车真的是蛮方便的 忽然觉得车子是一个还蛮方便的东西 除非这个补给一下名声必须用品 跟这个要吃饭没办法 买一买就赶快上车快点绕跑 消毒完就快点绕跑 有影响小四个的生意吗 怎么可能没有影响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等 没事就不要出门 最近还是零零星星有一些客户 那可能就是真的 真的是也是因为疫情非常需要车子 或是车子真的挂点GG的 一定得换车的 要不然他们也是非必要都不会出门 要看汪汪可以拍第一点吗 不行啊 要看汪汪现在就是要看每个礼拜一 的那个我们Vlog就可以看得到汪汪了 科匹就是之前那个免疫系统的问题 所以现在正在复健当中 好像有影响到这个神经系统 所以他现在正在复健当中 对啊没有干爹了 你看你看时机多差 连干爹都没有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个左手边这边在招伤 有没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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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没办法还能怎么样 那最近有一些同业的 都有在跟小四 complain 说真的很可怕 其实到最后就是听天由命 你又能怎样 你只有自律 有没有 自己做好防护这样而已 小四的房东有租金补贴吗 吃点败 我跟妳讲喔这很多补贴是这样啊 像现在很多房东其实是二房东你知道吗 他也是去跟人家租来 再租你赚差价 对不对 那他上一手有没有算他便宜 没有 那他有没有可能算你便宜 没有 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 所以有困难啦 我跟你讲啦 我也不会去像比如说 有些人他会想要去这个 去鼓吹或者是去去讲说 哎呀这个政府啊 要补贴啊 政府要这个有什么纾困措施啊 有没有 政府都没有作为啊 我跟你讲 我从来不敢去要求这个 我告诉你啦 我就说喔 你今天啊 他拿一些 他有一些补贴啦 有些补助啦 你拿很爽 我跟你讲 他背后喔 他就是去想办法去追税啦 有没有 想办法去多查税 有没有 你在网拍 多卖个几样东西 他就来跟你讲说 你要缴税啦 干嘛 罚单啊 有的没的 他从别的地方收回来就好了啦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不要想太多啦 政府发钱给你喔 到最后他想办法从别的地方 把你要回来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啊 我跟你讲 我在怎样我也活四十几年了 上面在搞什么东西 我还是清清楚楚的 我跟你讲这很明显啦 其实从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 这个东西有时候说破不好听啦 我也不喜欢讲这些东西 很多地方都可以拿钱啦 他要找你们这些人民 百姓讨钱有很困难吗 一点都不困难好不好 对不对 他讲了你就是要给他 不然呢 你能说不要吗 应该不行吧 所以他们要讨钱很简单的啦 他的补贴给你几千块什么 之前不是有那个叫什么 振兴券三小券 拿三千六 从别的地方要更多回来 傻傻的 部落格 部落格更新了好不好 我最近就很闲 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我最近就很闲 所以我有去更新了啦 一个月没薪水 我还要补贴 我不是只有 有没有薪水的问题 时间到了 我该发的薪水 该给的地租 该缴的水电费 都还是得缴 所以这个东西 不想去想 去想就痛苦 大家这个 这个考验说 大家平常 有没有存点钱 看谁撑得久 这样 嘎的过来吗 就嘎不过来就倒了啊 真的啦 嘎不过来就倒了 要不然怎样 人生不就这样吗 起起伏伏的 这个高潮叠起 有高有低 高潮的时候享受掌声 低潮的时候享受人生 是不是这样 就这样啊 不行就跑了啊 哎不是哦 博越不是这样讲的哦 不是小师嘎不过来的话 那二手车业要倒整排 不是哦 我跟你讲 做二手车有钱的超多 真的有钱超多 都很有钱 像我这种的 不有钱的来做才会倒 我跟你讲 我真的很认真跟你们讲 大部分做二手车 真的很有钱 我随便 那他指一个 这附近一个同行 那个在那个 中校东路那边 房子两三间 他有信义区有房子 他做二手车 只是想赚更多而已 真的啦 那个很多啦 有钱的很多啦 更不要说有一些 二手车那地都自己买的 那个很多都 前一代前两代都赚起来了 现在对他们来讲 凉凉而已好不好 那反而 我坦白说 像一些比较 我周遭一些同行 那种比较 真的是比较 赶扣自己白手起家 做起来的 那个反而很痛苦 那个才是最痛苦的 因为可能地也是租的嘛 然后那个 做生意的钱 搞不好也是借的嘛 所以其实 反而那种才是最辛苦的 我跟你讲那种财团什么 你都不用担心啦 更不要说那些大财团 根本就变怀了好不好 还有一些家里很有钱的 真的那个 真的都 都不担心啦 他们会很快乐 然后我要讲案例 这个有一个网友 是上个礼拜 在私讯给我的 他说他去买一个外汇车 不是他不是买外汇车 他买一台二手车 买一台二手车 结果他问我说 小师哥请教一下 如果买二手车的时候 这台车之前有当过 这个租赁车的话 这是 是有必要告知的吗 然后我听他问这个问题 我就想说 他应该是买到了一台 之前是租赁车的车 我说那有什么问题 他说 他订了一台车 然后对方急急忙忙 他从订车完 对方急急忙忙 当天就快点过户了 就过户给他了 急急忙忙就把车过户给他 然后就开始跟他要钱了 然后他就很担心 然后他就去查了一下 发现 这台车之前的车牌 是R开头的 那他问我说 R开头一定是租赁车吗 我说对 R开头一定是租赁车 那只是差别是在于说 他是长租的还是短租的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租赁车 我有问他说 你是不是签署定型化契约 因为你如果是签署定型化契约里面 大家去看 里面有一个可以勾选的 勾选说 这个车之前是租赁车 我说那你签的是定型化契约吗 他说对 那一然他勾选什么 他说他勾选其他 然后他去查出来说 这台车之前是R开头的车牌 然后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那没有怎么办 你很简单 其实你站在一个法理的立场 第一个定型化契约 他当过租赁车 他就一定要勾选租赁车 那这样他没有告知 我说你可以凭着这一点 去跟他RQ一下 然后第二个是说 这个 我也问他说 那当时 他跟你签署这个定型化契约 他有没有给你三天的这个审阅期 他说没有 我说那很简单 站在法理上 第一个你没有审阅期 第二个 你是租赁车 你却没有勾租赁车这个选项 那基本上凭着这两点 应该你就可以去跟他RQ 要退还这件事情 可是他说 小师哥那这个 可以不要走法院吗 我说很奇怪 你这个东西 他合约有瑕疵 一定就是走法院 那你如果不想走法院的话 那你嘴巴讲 你看他理不理你 我是觉得不会理你 你可以试试看这样 那后续他怎么处理 我就不晓得 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买这个二手车 你签定型化契约 你要记得 之前的车是什么样的车 你一定要 要请对方要勾选清楚 对啊勾个其他 勾个不知道 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可以什么 那个车有没有是不是原装的引擎 你还可以勾不知道 我记得定型化契约里面有这个 什么叫做车行的定型化契约 我跟你讲 定型化契约你到这个 好像经济部吧 内政部啦 内政部啦 不好意思 内政部就有啦 去内政部下载 他那个定型化契约 就是一个固定的内容 怎么查是注定车 你上那个监理网站 查车牌就知道了 好然后这个还有网友问我 说广告啊 常常看到FB里面有广告说 这个卖车子卖验车期 卖车子卖验车期 通常会发生在一些 例如说这个车是改装车 自改手 或者是重度改装的车子 因为他去监理站 有可能会验不过 那因为你车子 如果要去这个 超过十年的车 你要过户 你必须要到监理站去验车 你才可以过户 但你如果说 你有重度改装 去监理站会被尿嘛 改排气管啊 改一些自改手啊 大包改很低之类的 怎么办呢 那就是要验车期 所谓的验车期 就是你刚好 你的这个定期检验的时间到 行照上面写 行照上面右边 不是会写一个定期检验的时间 那定期检验的时间 你是不是就代表说 你要到外面去验车了 时间到了嘛 那你到外面去验车 通常以他们来讲 他们觉得外面验车 比较好验 比较容易过 所以呢 你如果在外面验完车 再去监理站过户 你就不用去监理站验车 因为你在外面验过了 你刚好定检时间到 所以说有一些改装车 就会趁这个 他的定检时间到 前后一个月 比如说 你行照右边写的是 这个5月10号要验车 那他有一个前后一个月的 阿兽比嘛 所以你从4月10号 到6月10号 这段期间内 你去验车 都是不会被罚钱的 他有给你前后一个月的 一个延展的时间 所以说 他就卖这两个月 只要你在这两个月之内 买他这台改装车的话 他就可以到外场去验完车 之后呢 拿着文件 到监理站去说 我已经在外面验过了 那刚好现在我要过户 所以我不用再验了 然后监理站就收了文件 就让你过户 那一台改装车 一台自改手的车 甚至改过引擎车 就这样可以过户了 所以通常你在网路上 看到一些卖车说 只卖验车期 那个通常都是一些 可能改装的车子 验车会有一点点困难的那一种 可能到外面要找一些帮忙 一些support 你才有办法验过的 那一种车子 但回监理站是一定死的啦 外场就不一定 好不好 这个看小师掌知识 如果看到说他写验车 只卖验车期 大概就是一些 可能回监理站 不太容易验得过的车子 然后上次 我们有讨论一个 我一个客户 他想要跟我买一台Fiesta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小师哥我想要买一台车 那我贷款 我想要月缴5000 那请问我要买多少钱的车 我想要月缴6000 月缴7000 这个那我应该要准备多少钱的车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简单 因为现在的 我教大家算一下 要不然大家都问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利息很便宜 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你假设你要月缴7000 那你假设你想要分三年 你去乘以36 你就大概是买25万左右的车子 很多人问我说 我一个月要缴5000 要缴6000 很简单 你就照你想要缴的钱 下去算 你要分几年 你把它乘上去就好了 因为利息 大家都以为利息很多很可怕 我跟妳讲利息真的 真的不多 现在利息 你借10万一年利息 只有大概3000而已 所以那个几乎 那这个3000你去除 根本一个月的月缴款 差不到一两百块钱 你不用担心 那个利息好像很贵 你就直接把你想 你自己自备多少钱 假设你自备5万 然后你自备5万 你一个月想缴5000 那你想要分几年 你直接把5000 乘上几年 再加上你自备5万 那就你的总价了 比如说你月缴想要5000 分三年36期 你就5000乘以36 乘出来是18 18万 那你自备5万 那你大概就是买23万左右的车子 就这么简单而已 小师有收过日食吗 完命关头1那台 现在要找该从哪里找 我有一台 那买回来应该一年超过了吧 我跟你讲 其实我真的买了 藏了很多车子 只是真的都没有那么多时间整理 那么多时间去拍 所以只要这个疫情 没有再往下严重 只要让我还可以拍影片的话 我的影片是拍不完的 所以到最后 如果小师汽车倒了 可能只剩下拍影片的功能 如果还能拍影片的话 因为没人买车了 那我只能一直拍车 不然怎么办 监理站服务APP 不是只能查里程吗 不只哦 监理服务的APP 你手机版的 那个是只能查里程 你到有一个叫 公路监理加值服务网 那个是电脑的 网页版的 公路监理加值服务网 你去里面 你查到这台车 你只要有车牌 你可以查到 换过几次车牌 前一次车牌是几号 再前一次车牌是几号 没历任的车牌号码 你都查得出来 然后你查得出里程 你查得出这个车子的出厂年月日 查得出这个简单的形式 其实都查得出 还有这个车刚刚有人讲 这个车有没有被设定 所谓设定就是 这个有在银行 或这个私人借贷 钱庄借贷 他会把你设定起来 虽然车你在用 但产权设定在我身上 因为我借你钱 那这个网站 以前是我们常常 我们到外面收车 因为我们担心客人 他有被设定住了 不能过户 那他如果车卖给我 把我车款拿走 结果我去过户才发现说 完了被设定住了 那我就完蛋了 对不对 我只有一个壳 我没有产权 钱被人家拿走了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 买车的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每台车回来 一定要先查一下 这台车有没有被设定住 确定他没有被设定 才可以过户 这个在公路监理家 指服务网都查得到 那个查询是要钱的 来钱保感撞了 换新算事故车吗 不算 我常常在跟大家讲 保感他为什么设计成 它为什么不设计铁保感 然后他既然设计成 就代表说 他知道你会磕磕碰碰 撞来撞去 那他就是设计 要给你可以更换的东西 那就属于耗材的一种 对于这个车子的车体结构 没有一定的帮助 没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保感的内铁就有了 保感内铁是在支撑保感的 在支撑保感的 你如果只是保感皮的话 是没有的 但是保感内铁有换就有麻烦 就价钱就有影响 好不好 然后之前 之前不是有一个 那个引擎破洞那个车子 那有这个网友 就很认真 他帮我去这个监理站查询 为什么我引擎坏掉 我不能换一颗 沙漏的引擎 或是怎么样 等等 为什么我只能到原厂 这是土力原厂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真的有收到回文 屌了吧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对于引擎是这样 我们这边监理站 你想要合法的去更新一个引擎是可以的 你只要回原厂 然后原厂帮你发文到监理站说 说明说这台车为什么必须要换掉整颗引擎 监理站答应之后 他就可以下去更换 那他更换的流程是 他必须要去拿一颗真的全新的引擎要付发票等等 或者是从国外进来 有这个海关有发票说 这个引擎的来源是哪里 然后一定要是全新的 不能是二手的 然后帮你换到你的车上 之后重新打上号码之后 再去接你站验车 这样完成之后 你的车就换了新的引擎 然后是合法的 所以我说换引擎后面都会多一个批 引擎号码会多 还会是你原来的那一组引擎号码 我记得没错的话 但是后面会多一个批 就代表说是换过的 所以说他的回文跟他讲说 旧的不能换是因为说 你不能去换什么外汇的引擎 杀肉的引擎 是因为担心这个失窃率太高 因为他们觉得说 如果有人在换这些 如果我让你可以换旧引擎的话 就会很多人去偷车干引擎 就会造成这个治安败坏 就会造成这个社会动荡不安 世界大乱 所以这个不行 不行你一定要换新的 他大概是类似这个意思 类似这个意思 那基本上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蛮久的一个规定 坦白说现在这个东西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法条法规 没有太大益处的 基本上没有人会愿意去挑战去更改 其实这种东西本来就要与时俱进 你失窃率高 你现在其实 我坦白说现在失窃率超低好不好 比起我们那个年代 现在失窃率超级低 为什么因为到处都有录影机的 到处都有摄影机的 所以其实现在失窃率真的蛮高 再来第二个是现在车子的科技 真的越来越进步了 真的小偷也没有那么容易 要干车 没有三两三年 没那么容易干车 现在车真的没那么好偷了 你几点几分出现要哪个路口 几点几分从哪个路口转弯 其实那个摄影机都造得清清楚楚的 把你车号输入以后 你动线全部都知道好不好 哪那么好偷啊 原厂引擎真的是费用蛮高的啦 几点 十点了 今天瞎聊瞎聊也是差不多 现在大家都很闷 我更闷好不好 大家看得 不知道大家现在口罩戴着 大家也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 每天都是在强颜欢笑中 好不好 那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好不好 防疫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 每天我也是很担心的看着那个疫情的那个直播 全台湾最火红的直播主 陈时中 全台湾最屌的直播主 陈时中 每天要看他公布多少人 看看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大家就加油啦 加油啦 撑一下 注意防疫不要到处晃 共同度过这个难关 这个我如果度不过就看我倒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好 我尽量撑啦好不好 所以像现在有很多人在问我估车 你看以前会有很多在上面问什么车价钱 估车什么 现在其实都没有 有没有发现 现在很少 有没有 现在车子也没有什么在买卖了 很少了 那有很多这个双北之外的 找我们去估车 我都是说这个暂时 暂时这个先停止这个估车了 我没有出我一直进也不是办法 因为坦白说现在是真的 还是蛮多人想要把车卖掉的 其实还是有的 但是买的人其实少了很多 我们就变成这个进车的部分会稍微有点控制 如果说你是比较远的地方 或者是那个车款在我们公司的重复性 有点太高了 或者是你的车里程比较高 车况没那么好 那我可能就是都暂时的先回绝了 对啊 反正现在就大家加油 撑啊 我也是撑的 没什么好抱怨的 很多人可能都会这样讲 我觉得我这个年代是 坦白说有点比较倒霉一点点 很多大事情 有关于这种经济的 你看最早的SARS 我从SARS开始 SARS差不多刚好是我退伍的时候 然后再来我记得是这个 雷曼风暴 次贷风暴 次贷那次也超惨 然后再来可能就是这次的这个疫情 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很特别 就是说 我不是那个出生就手机的年纪 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这么进步 一直不断的在学习 一直不断的在改变 你比如说像现在很多 很多人的时代是他一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有手机这个东西了 手机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 本来就是手机 没有电话卡电话 有很多手机本来就是拍照的 你像现在小朋友 他怎么想象得到 手机本来就是可以拍照 不然呢 我们就是真的是从 一直看着这个科技 在进步 可是呢 也一直经历过这种 上上下下 有没有 我做边的时候还有导弹危机 然后那妈的那个什么 电话记录每天都在说 哪边有这个铁壳船在集结 有没有 每天战备 你知道金门的战备 是比本岛的战备 还可以到 那时候我印象中 我们是爆枪睡觉 直接就是爆枪睡觉了 金门 我在金门的时候 那时候 对还有921 有没有 921他讲的这些 92年导弹威胁 应该就是我在金门那一次 我在想 这种 经济风暴的啦 什么台海危机的啦 都有遇到 真的那时候战备是真的战备 那不是开玩笑的战备 那个真的就是 随时就是准备要 是李登辉是不是 导弹是李登辉 1997 差不多1997差不多 对 1978嘛 差不多19岁20岁差不多啦 没有我去的时候 831已经没了 军中乐园已经没了 刚好废除的时候我去的 两国论时代 是李登辉总统是不是 忘记了太久了啦 921我也在 921的时候我也在金门 921我也在金门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代真的 遇到了很多大事情 然后那种大事是足以撼动 整个世界或者是经济的状况 你看像现在也是 所以我说这个年纪真的是 不知道耶 还是每个年纪都觉得自己的年纪很苦 哈哈哈哈 有没有可能有 对呀 911萨石都有杜到啊 今天什么事情都杜到啊 遇到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到最后你就只能觉得说 人本来就是这样而已 对吧 就是这么渺小 所以就是能够这个 想办法让自己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很多东西其实都都不再不是那么重要了 宾拉登 对还有宾拉登 哥巴基夫头发最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 海山总统最不爱打仗 叶子妹是良家妇女 还有什么 我记得好几个 还有吃到那个谎言豆沙包嘛 谎言豆沙包 哈哈哈哈 虽小 好不好我们只能努力 努力不是要向上 是为了避免自己生活过得更糟 好不好 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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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自己的生活不要过得更糟 好不好 只能这样 一样啦 你还是要上班赚钱 还是要开心的过日子 那什么 好啦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就到这边了 大家晚安啦 顶心加油都来了 200块最聪明 干终于有人想到了 200块最聪明 对好像是喔 好不好 今天就这样好不好 大家晚安啦好不好 我们叫汪汪来跟大家道一下晚安 我说汪汪耶 为什么是老板娘 以前半夜还有什么彩虹频道 还有东京秦色派好不好 东京秦色派 你知道吗 诶 那个 助手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 不要 站起来手 拿上面的东西 把上面的东西拿下来 我现在伸手 对啊 对啊 东京秦色派就是这样啊 不要 蜜桃成熟屎 对 裸体围裙 对 要裸体围裙 拿上面的东西 对 好啦 大家晚安 加油啊加油啊 加油啊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